品读传世经典 社区无穷智慧 诗经处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著作 先秦之时已经广为流传 又能称得上是文学著作的 我们所知的只有诗经 其他不论是诸家散文 还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处词 前者仅仅还只是学术专注 后者更是尚未流传出楚国地界 既然存在这种独特性 那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孔子对诗经如此看重 诗经主内容分为 风 仰 送三部分 隆语中曰 可以信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愿 日之是父 远之是君 多识于鸟兽草莫之名 可以想象孔子有多么喜欢诗经 想来也是 在那个时代 文字还只是被视为记载工具 是纯粹 是纯粹理性实用的时代 除了这本诗经也许没有其他作品 会包含如此多的情感 热恋与暗恋 思念与书经历 思念与热恋 愿怒和抱怨 忧疑和仇恨 既然如此看重 那么诗经自然就会成为孔子的一个重要教学工具 一本重要的教科书呢 诗经以抒情为主流 以写诗为手段 又被后人加以政治解读 哲学寓意 随着时代的前进 不断挖掘深度 扩展广度 以至成为四书五经之一 《楚词》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部 《新诗体》 《楚词》的名称 《西汉初期已有之》 经历了屈原的作品词创 屈后仿作 探出收集 至流向极录等历程 陈书时间 应在公元前26年 至公元前6年间 《楚词》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 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特别是文学方面 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 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 《楚词体》和《骚体》 梁启超曾说 无以为凡为中国人者 需徒有欣赏《楚词》之能力 来为不须称此国 可见《楚词》在中国文学史上 地位之存高 《诗经》和《楚词》中奇特的想象 朴实崩放的情感 为读者展现了别屈一格的魅力 现代人在繁忙紧张的生活中 偶尔驻足 读读这些精美的诗文 必然可以从细腻柔满的诗剧中得到启迪 诗经作品300余篇和《楚词》作品30余篇合集 前方位多层次的展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